塞乌寺是印尼佛教第二大古迹 仅次于婆罗福图塔 建立于公元八世纪 由当时的拉凯巴南卡兰王建立 他是旧马达兰国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塞乌寺的本名是 曼书势力宝座佛寺 意思是曼书势力菩萨的宝座之屋 塞乌寺建筑群 总共有一个主塔 周围有八个塔围绕 另外还有两百四十座小型塔 主塔的直径为二十八公尺 高达三十公尺 塞乌寺建筑群 距离普兰巴南寺非常接近 这点证实了自古以来 佛教徒与印度教徒 在爪哇岛上的和睦共处 融为一体 已经不存在 不过仙人留下来的美德 依然存在 宗教和睦互相接受 不少印度教徒和佛教徒 都会前来这两座塔朝圣 见证这段历史 大爱新闻 印尼报道 许多人对于 婆罗浮屠的印象 就是印尼